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民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烈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杜汶澤 杜汶澤在訪問中說他自己很討厭政治 蛤 杜汶澤討厭政治 等於有些人說我很不喜歡那麼有錢一樣 對 你信不信 他說他從頭到尾都只是想怎樣做生意 怎樣賺錢 咦 那些黃絲支持他那些 就中了伏了 糟糕了 然後他就認自己是香港人 但不會回香港 香港人但不會回香港 這是什麼概念 想不明白 然後我只是想一件事 這件事不是他說的 這件事是我想的 那他老婆經常回香港做什麼 是不是代表著要拘捕 就先拘捕他老婆 他永遠都沒事 最多就弄多件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杜汶澤到底搞什麼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那一個專訪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在2020年11月的時候 即是國安法實施了幾個月的時間 即是說黎智英被人拘捕的時候 黎智英一被人拘捕 杜汶澤就立即著草走老 高別在香港出生長大 甚至乎是出名 還有賺錢 賺了老婆 甚至乎是賺了其他那些 即是不知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些 的地方 那就走了去這個 台灣那裏 連他自己那個的網絡平台 那些東西全部都推去台灣 在2021年 跟著就創立了他們 即是他自己 杜汶澤的飲食品牌 我呼籲大家不要買 為什麼呢 貴啊 好肯貴 賣什麼 賣鴨血 賣鵝油麵 好貴 貴到爆炸 貴到 貴到杜汶澤他自己 賣了不太久 賣了年多而已 住豪宅 你說貴不貴 跟著他就說 那個專方裏就說 在這幾年裏 有很多香港人 打算移居去台灣那邊 好像 像杜汶澤 做得這麼風生水氣 亦都是有人認識的人 好像沒有哪幾個 不是很多 那 杜汶澤自己說 很難說自己真的做得好點的 你問我 我只能夠說 我很窮這樣 那記者就說 蛤?你真是窮? 他說 當然不是 說不敢說 謙虛一下 你真是相信 我都知道你不會相信 對不對? 窮什麼? 一點都不窮 所以大家就知道 其實他 為何要在 黎智英被拘捕之後 立即著草走老 相信 有些東西的 也都知道 他那些什麼飲食品牌 賣東西過來香港那裡 那些東西 賺多少錢 賣到這麼貴 所以就令到他 風生水氣 去了台灣 三年 黎文澤 現在住在 台北內湖區的一棟 獨立別墅裡面 台灣的媒體 和所有的台灣人 也都形容 他住的地方是豪宅 他還要 經常在網上分享 在台灣的生活體驗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嘩嘩 等別人以為在台灣那裡 普通人就可以住這些地方 Sorry 原來不是 原來不是 杜文澤也都不時成為 台灣媒體的八卦娛樂新聞 而他本人就說 都一直都沒有再踏足過香港 記者問 你是不想 還是不可以 還是風險 考慮呢 杜文澤說 我沒有想過 他沒有想過再回到香港 他說移民 暫時就不需要回香港 移民 回香港做什麼 我對他這個說話 我是感受到 一個決心 我也都非常之贊同 所以移民了去英國那幫 尤其是那些黑暴 尤其是用BNO移民的那幫 那幫黃絲 不要回來 移民就移民 不要回來 真的 接下來去加拿大那些是一樣 去澳洲也好 去哪裏也好 那些黃絲一捕 你真的不要回來 移民嘛 像杜文澤說的 回香港托 做什麼 咦 這麼粗 不好意思 因為他的字就是這樣 跟著呢 就說 那個主持就說 很多香港移民 總是帶著一些香愁 去移居 杜文澤好像是 移到很飄 很爽 為什麼 人家移民 住什麼樓 他移民住什麼樓 好啊大哥 真是 人家移民生總樓 他移民住豪樓 是不是 住洋樓 是不是 杜文澤說 我都是香港人 同時間又是台灣人 你說怎麼去定義一個人 他說用英文會準些 就是Based in Taiwan 即是說他的生活 各方面的東西 在台灣那裏 那 他就說 在 杜文澤說 有一間火鍋店叫做 武老鍋 他上一次去 要拍幾十張照片 因為他們已經是當店 了 來到台灣見到 他是一個流動景點 杜文澤 好像是流動景點 有什麼好影 有肥有矮有肚 我不明白有什麼好影 他說 喜歡不喜歡都打個卡 如果喜歡不喜歡都可以打回一拳 就好了 他說 見到他自己 杜文澤說 那些人見到杜文澤 好像正過去這個中正經驗堂 那樣 他沒有錯 全部加些座語詞 然後就說 杜文澤都很清楚自己的視像定位 他說 他的正職不是演員 或者電台主持 或者是KOL 他正職是搞笑 而他搞笑的對象 永遠都是香港人 他說 無論他們在哪裡 只要他還會說廣東話 對他來說 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他的食品生意的客員 也是以香港人為主 例如那些爭叛麵等等 打入了日本小市場 然後旋跡搶佔了當地銷售台灣食物榜 為什麼 因為都是靠當地的香港人買 他說 他說難道日本人無端端會買我的東西 當然香港人買 就是說 他是靠香港人養的 他說為了延長這個市場價值 移民了落腳了之後的杜文澤 他說他認真看過 也認真想過 他說首先他先看了加拿大 他說未必適合他 他說比較適合這個 什麼什麼政經漢 炮場那些 就是 上了岸 退休 那就OK了 但是他說 要找一個 要在一個 他還找到食的地方 他說之後 就是要繼續搞笑 還有靠搞笑去找食 就是靠 吃花生 靠串人 靠食 靠 靠把口衰 把口賤 個人 賤來找食 他就說 最後台灣就有結論 他說在英國做什麼生意 有時賊 你笑人家 都笑萬人家九個小時 那就死得了 那就是他 正真是抽稅 他說 早年 他前半生 就說 口不責言得罪多人 他自己近年都修煉不少 噢 作為一個搞笑藝人 講到興奮之處 都不改他的本色 有時見到一些疑問 學人笑 人 他說 那時候朋友 你看看 你笑肥媽 怎知道睡醒 加強 左 嘻嘻嘻 這樣 噢 OK 他說 你臨睡 之前 出個post 說肥媽 但是睡醒 你要出個post 就說 不好意思 是我 跟著就 嘟嘟嘟嘟 他說到尾 一切都是條件問題 這樣 就要選擇一條 適合他自己的路 他就說 但現實 不是人人都有條件 所以 那怎樣呢 那杜汶澤 找他自己 一個 覺得他自己 生存到 又找到吃的地方 是不是 然後 他說 他見到很多 英國 有很多年輕人 他說很支持他們去 他說 杜先生 我在這裡 這份工 沒有前途 這樣 跟著 杜汶澤就說 你猜你在香港有前途嗎 你沒有前途 沒有的 香港都是 你原本都沒有的 對 所以那些黃絲 其實本來香港 就是沒有前途的 瓜斑 他們走 絕對沒有問題 也盡量不要回來 杜汶澤說的 真的 本來這幫人 在香港就是沒有前途 搞什麼 跟著 就說 移民也好 怎樣也好 他說最現實的 就是穩定問題 千萬不要這麼怨氣 南文老九 跟著 他就說 做訪問的時候 是一個佛學中心 他說 會偶爾做辦事處 跟著 教人家打坐等等 又說他現在好像長和了些 哦 如果是的話 那他就不會這麼說粗口 長和 是吧 跟著 他就說 現在在台灣肥了很多 感情喪傷 沒有辦法這麼容易忘記 如果你可以這麼容易去 忘記一件事 這個世界就沒有失戀這件事 他就說 既然選擇得離開 就不用覺得什麼愧疚 卡卡那些東西 你不用自己 你不用怕自己不記得 嘟嘟嘟嘟嘟 拿人痴愛嗎 嘟嘟嘟嘟嘟 這樣 哦 OK 跟著又說 佛啊 卡卡卡那些東西 總之就說 一定要移民的話 就要自己 不要理任何事 自己不停地做事 自己找到食 就不用理其他東西 這樣 所以杜汶澤他說 他開宗名義 表明自己在台灣賺食 的香港人 就是他在台灣賺食的香港人 搞笑為人 等等 所以他就說 所以我一定要掠水 我掠水 總之 我掠水之後 你願意給我掠水 這樣就可以了 OK 跟著 後面的時候就說 杜汶澤討厭政治 你信不信 跟著呢 他就說 對政治議題好像 沒甚麼興趣 甚至乎 即是說自己討厭政治 他說他對一些政治議題有看法 不代表他熱衷於政治 杜汶澤說 他說看不起靠食政治飯那班人 和一眾KOL 那即是說 甚麼蕭若丸那些 是吧 那麼他說 在他眼裏 他是一個有感受的人 但問題是 他也是吃政治飯 如果他真的做藝人的話 他就說 差識他嗎 那麼差 他也是因為政治而彈起 因為政治得到黃絲的支持 他說 他跟很多其他香港藝人的分別 就是說 他會將他覺得要說的話 說出來 因為他說大部分香港的藝人 藝人藝人都是白癡的 他會調 甚麼 不懂 就不說 但他不是 他會說 結果就令到他變得政治化 他跟他要說 然後遊戲 他問他 他說他去街市 他跟你說 他不能邀請努籤 wert 吳托車跟他說,你拍戲的回去拍戲,不是選擇做什麼 不關事 因為你去買東西吃等等 你可以是在做節目 你是在做一個你本身這個人都在做的東西,例如煮飯 但是你本身政治是拍戲的,你的專長是拍戲的 是做藝人的 那你只可以搞政治,那你就辣過界 這個問題是你本身是不懂這件事的 是不是 所以質疑他這件事是對的 不過 不過 就是因為杜汶澤試到他辣過界 成功了 有人支持他,那他就繼續辣咯 很簡單 然後口講討厭政治的杜汶澤 立即比較起台灣、香港等等 他說,天下無落土 每個地方都有缺點 因為不需要特意把這些東西 拋出來 即是他說台灣那些缺點不說 只是說香港,擺明是 然後就說,他又搞了什麼 高雄台港文化交流協會 做理事長等等 又搞了張學金給台灣那些 叫做潛逃過去的香港人等等 總之 他就說,總之不是講政治 無論如何都好 那這些做不是政治的捐獻等等的東西 政治任務 然後他說,早前林景南轉做烏點證人 他立即國籍 將它是產品 全線下架 記者問,那你不是講政治嗎 然後他說 現在在講生意 因為要發展網上生意 你當我做一天 第一天做訪問 哼,商業決定來的 不是政治決定來的 是我個人的決定 突然之間 不想再在實體店賣 不想再在他店裡賣 吹什麼 你吹不吹的 沒有的 口裡說不 身體卻肯誠實 他說他不會再回香港 香港的東西 他不留戀等等的東西 但問題是他有些生意 都還在香港這邊 那怎樣 就派老婆回來 搞些不知什麼 鬚啊 簽什麼藝人等等 那繼續找他老婆回來 繼續找黃絲的錢 那黃絲不是中伏 擺明的 其實我懷疑他老婆也中伏 為什麼呢 一陣間 原來他老婆過來幫他處理的東西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 勾結外國勢力的東西 或者勾結外部勢力的東西 那要拘捕的 你猜拘捕是誰 當然是拘捕老婆 你猜他會拘捕杜汶澤嗎 是不是 那怎樣 那杜汶澤就有藉口 對呀 找過另一個 是不是 哪些東西又不是杜汶澤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 大家可以看清楚真相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明傑聽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歡迎留言問熱身士道頻道 記得昨天的鈴鐺砌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